在世界上有一种动物粪便的价值千金 仅仅一刻就高达1500元 这到底是什么粪便这么值钱呢 原来这种粪便就是传说中的 龙咸香是海中大物 抹香精的排泄物 在中国汉代的时候 居住在海边的渔民 在海里捞出一些清香四溢的灰白色蜡状漂流物 这种东西经干燥处理后 能发出持久的香气 点燃时更是香味四溢 比赦香还香 于是一些地方官员 将这种香料当作宝物 上供给朝廷 用作宫廷香料和药物 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而当时的宫廷炼丹术士说 这是海里的龙 在睡觉时流出的口水 滴到海中凝固起来 天长日久就变成这个样子 于是这种奇异的东西 就被中国古人取名为龙咸香 其实这种龙咸香 是来自于抹香精的排泄物 抹香精是一种大型海洋哺乳动物 抹香精这个名字 源于在它们的头部内发现的一种 奶白色蜡状物质 精蜡就是抹在头上的香物 抹香精广泛分布于全球海洋 它们主要食物就是乌贼 包括一些大型乌贼 而价格昂贵的龙咸香 其实就是来源于 抹香精体内未消化的乌贼和粪便 在抹香精的肠道里 被吞吃掉的乌贼的大部分的身体 都会被迅速的分解 只留下它们的晦状口气 眼睛的晶体状和坚韧的内脏未被消化 抹香精也有类似于牛的胃肠道构造 它们也有四个胃 吞下的食物会经过一个胃之后 再到达另一个胃 在这个过程中被一步步的消化 因此抹香精的四个胃里 都充满着等待消化的食物残渣 在胃部消化完成后 还是会遗留一些 不易被消化的残渣团块 这些团块随后会到达抹香精的肠道里 这时一些团块 可能会划伤抹香精的肠道 随后肠道受到刺激 就会分泌一种蜡状物 将其团块整个包裹起来 被蜡状物包裹的残渣 逐渐变成了固态 因此会停留在抹香精的职场里 随着这些团块的不断积累 胃肠道也会分泌出许多的水分 久而久之 这些残渣团块 最终会变成光滑的鹅卵石状物体 这些物体不断的积累增大 就会形成我们见到的原始的龙咸香了 这些龙咸香最终会被排出抹香精的肠道里 但这个时候的龙咸香 还不是我们最终价值连城的样子 它需要在海洋中不断随波逐流 有些时候 原始的龙咸香可以在海中漂流几十年 就像是深藏在酒窖里的陈年老酒一样 龙咸香在海水中会缓慢的氧化 变性降解等 在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后 最终搁浅在海岸上的某个地方 这个时候的龙咸香 由于长时间的海水浸泡 体积已经变得很小 密度自然也变大了 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块灰色的石头 内部则为黑色 表面有很多斑点 最重要的是龙咸香上岸后 就会散发出一种浓郁的气味 有几分烟草味 几分老木香 还夹杂着檀香味 阳光下的海草味 在浸泡不同时长后 龙咸香会有不同的颜色 其中最珍贵的海鼠 白色的龙咸香 因为这种龙咸香的杂质 被降解得最为干净 点燃后会散发出独特的香味 后来再加入酒精后 龙咸香被作为高昂嫩香料售卖 受到了广大女性的欢迎 龙咸香的香味不单好闻 且十分持久 这其实是因为龙咸香中含有25%左右的龙咸素 这种物质可以让香味长久的保持不散去 是很好的定香剂 龙咸香甚至可以用来做中药材 在中医中 龙咸香就是一种很好的散淤的药物 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 但是龙咸香的形成 其实只是小概率时间 仅仅只有1%的抹香精 能够完成龙咸香的积聚排出 这样看来 龙咸香的价格如此之高 也就能够理解了 目前龙咸香还不能被人工制造出来 它依然是十分珍贵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